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 以上是上支影片以來 贊助的金子們 非常感謝 我是回來台灣兩個禮拜 就要回上海的印尼 在這時間太短 都沒有辦法辦任何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就由我來配音帶表演出囉 金子們 下班了 我是金頭 生活永和人的我呢 在頻道邊陸陸續續做了 非常多次永和相關主題 但是有一個主題 我真的是不敢靠 那就是美食網羅 因為永和是全台灣最擁擠的行政區 可想而知如果再介紹美食的話 有更多金子慕名而來 我的家鄉就要面臨癱瘓的命運了呀 為此這支影片我跟你們講 大家偷偷看偷偷吃 千萬不要分享好嗎 準備好今天的主題了嗎 在地人低調推薦 時間永和必吃美食 衝腦 那今天的特別來賓 一樣是自助吧 自助吧在忙著玩霍格華茲的傳承 好我們首先第一間店就要來介紹 龜掃弄斯景麵 它其實以前開在永安市場前面 那他們現在搬到我們家旁邊 經常就人滿為患 把整條騎樓的路都擋住 來排隊的話 內容都外帶一次 分開排隊 然後就是不要傻傻的亂排 它會分兩頁 然後我們特別帶來了一個鍋子來 就是因為它的分量真的太大 大到呢 你就算吃飽了 還是可以裝一鍋 帶回家 老闆很常叫說粄條沒有 所以粄條可以點看看 然後如果來這邊呢 千千萬不要點大碗 不會嚇到 這是一般麵店的大小 就是 龜掃大碗麵的大小 喔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自助吧 它一碗的料裡面真的非常的多 光油豆腐就三四塊 然後裡面有甘蓮啊 貢丸 肉羹啊 藥啊等等 一整盆 滿滿的料 我們知道阿公店是做什麼嗎 阿媽店 就是說這種事情 分量大到呢 會怕你好像一拍收二度差 油麵 它的味道呢 整體不會太膚張 不會太誇張 但是呢 沒有一個鮮味在 這個湯你可以看得出來 上面其實就是有浮油的那種 因為石裡面它通常是會炒過嘛 但這家的麵的湯 還是呈現一個比較清澈的風格 你吃得不錯 它的豬肝燙的不會太老 它比較不像 古早味的 十年 但它這算是什麼年代的味道 年年啊 人家他有五十年 吃飽了 可是還剩了非常多 不然一下 吃飽狀況之下呢 它可以倒一缸帶回家 WOW OH MY GOD 好 看了沒 倒完就是一缸 真的是恭喜發財 雖然說 湯頭用了味精提鮮 不過就性價比來說 絕對是不二幾分啦 好我們現在竹林肌肉前面 它剛開了 我們就趕快騎車過來 因為如果現在不來的話 待會絕對是後悔莫及 可以看到 才剛開十分鐘 就已經人滿為患 這間店基本上 所有的Youtuber 只要拍永和美食 就一定會來拍 我個人是都沒有內用過 因為它內用空間比較狹小之外 如果你內用的話 它像有一些飯 原本你外帶會有菜 但裡面吃的話就沒有青菜 好的 大家好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竹林雞肉飯 帶回家吃了 首先要為大家試吃的是這個百銷 也就是加量銷魂雞飯 這一打開就聞到很濃郁的 那種醬油膏的香味 永和人 人人都愛吃這件 真的好好吃喔 它的雞肉啊 就不是走那種很軟爛的雞肉 有韌性 然後不柴 但是呢 它也不會趴你牙縫的那一種 真的覺得沒錯 它這個辣椒醬一定要加 香味跟層次完全就是不同等級了 但我這碗比較可惜 就是它的蛋煮得有點太熟 要看運氣啊 有時候就是剛剛好 今天就是很明顯的過熟 它的高麗菜也是很好吃 因為它的高麗菜 一點都不會太爛 怎麼樣 好不好吃 嗯 加那個辣菜多 很合耶 這只是辣椒而已 真的辣椒 真的辣椒 辣椒的辣椒 你有沒有發現 欸為什麼到這個階段 只剩我自己一個人呢 因為我爸爸現在在玩 肉的滑椒醬 還敢呢 還敢繼續打電動啊 接下來呢 我們要吃的這個是雞腿飯 基本上也是去骨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入口 這個跟剛剛那個擺銷飯就差很多囉 因為它肉是整塊的喔 嗯 真的好好吃喔 你覺得它這雞肉最棒就是 它不是只有肉而已 它是有油脂 它這個油脂呢 跟肉就是搭配的恰到好處 有時候像我們在吃那種 健康餐盒 雞胸肉套餐的時候 你的雞肉就時常就是 吃起來單調 然後很乾很柴 在那邊你就完全遇不到那種問題 你吃到一口進去就覺得 哇 幸福ですね 千本家 這碗比較lucky一點喔 因為它的那個蛋黃啊 沒有全熟 是半熟的狀態 嗯 好好吃 自己是比較愛吃這個雞腿飯啦 因為大家看這個肉就知道了嘛 有沒有看到它整個肉 是整排的這樣子 好吃耶 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 嗯 這種雞肉其實是我爸最愛吃的啦 因為它不是那種肉雞 對啊 雞肉好吃 接下來其實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是最精彩的 那就是它的雞屁股 它的雞屁股一顆是5塊錢 那我總共買了5顆 25元 就這樣子 一整碗 如果有喜歡吃屁股的金子們 哈個來吧 欸這樣一個5塊錢我覺得非常划算耶 這肉那麼大一口 好好吃喔 好肥喔 來 什麼幾分 BURG BURG 除了雞肉口感太陽外 台灣吃起來迷人 還是要搏下雪 滑鼠大小的水餃吃過沒 帶大家來吃一句咚 這間店呢 它位在永和的中心街 就是韓國街上面 住在永和這一帶的人 都會知道這間店 不信問我爸爸 你知道這間店嗎 知道啊 可是沒有來吃過 睡掉 山東消息就是 如果你來這邊的話 大家都可以說必醃子 然後它的做法呢 其實是 它會先醃漬過 然後再拿去炸 再折 許多人看到這板機的時候 都發出尖叫 都嚇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冰的 因為它非常冰 嗯好好吃喔 稍微很重 就是因為有很多 我們吃那個好吃的雞肉 我們會覺得它軟軟鬆鬆散散 可是它這個非常紮實 雞肉遇到高溫 它裡面的水分就會散掉 這時候是覺得 雞肉吃起來很柴 可是它其實不會 它本身吃起來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在麵田裡面 會吃到 醃漬的小黃瓜 酸酸甜甜 好吃 我很喜歡 這是在山東市燒雞 雞肉是第一樣 但無論如何 I like it 這個水餃真的是 你在外面很少會看到 這麼大一個個 而且你相機是不是彎彎的啊 我們家以前其實是負水餃的 而且是名店 所以呢 我們水餃老師傅 現在要做出評價啦 這餃吃得太好了 還是要由我來吃看看 它個頭這麼大一點 所以它的皮稍微厚一點點 因為需要支撐出它整個水餃 可是我也沒想說 它看起來這麼大 就是很虛胖的感覺 實際上吃到嘴巴裡面其實 味道很足夠 因為它的皮啊 是有筋性在流 你一哈進去 咬過 整個爆漿 酒出來的味道 在嘴巴裡面散發出來 讚 大家會曉得山東跟韓國 其實非常有淵源 那這間店呢 還在韓國街上 欸 它這邊的炸醬麵 外觀看起來也是比較像 偏我們平常在韓劇裡面 看到那種歐媽媽的炸醬麵 然後重點 它很大一桿 這一份其實我覺得 是兩個人吃得更涼 其實它醬雖然顏色很香 但它其實是沒有太多味道 韓國的這種炸醬麵 其實也是 它主要這個味道比較強烈 就是它上面這個蔥頭 然後它的麵條呢 非常圓的麵 所以吃起來很帥氣 有沒有看到 我們吃完離開的時候呢 後面已經擺了非常非常多人 但是我們就是很瀟灑的離開了 你看看現在整個人氣爆 彤彤最推的海參的是 這盤山東燒雞 水餃子就吃起來很痛快 恭喜獲得棒子一杯 讓我們來吃早餐吧 豆豉便 豆豉院在那四角還有一家店 現在這一家是在巨洋路上 我兒子說要帶我來下一下午 我們看一看 今夏指數會多少 下到 下到指 我爸在那邊 下到 其實味很重 剛剛吃芥汁就很爽 好好吃喔 我本來吃下去真的很爽 長得很療癒 但是又很醉了 真的你在那邊 很少可以吃到這麼多喜思耶 因為它的肉排啊 是那種 我們在肉蛋吐司裡面 看到那種好吃的那個肉排 它的香味是有的 接下來我們要吃這個打泡豬鐵翻面 你看它的麵酸的泡麵 它麵體就是那種 譬如說什麼西班拉麵啊 不倒翁 有點酸然後甜甜的 肉的話就是 早餐店會吃到那種雞腿肉 對我來說這份吃下去是真的會滿療癒的 一早都可以狂肅跟拉麵 另外喜歡吃辣的金子們 千萬不要忘記 加上這獨門辣椒喔 提前是一早的味你頂得住 最後還有綜合口味的厚片 非常有特色 好的 我們基本上 破幾分 OK我們現在人在民生路上 民生路這邊其實有非常多好吃的食物 我們首先先來這間呢 就是寶媽越南美食 那由於我們寶媽越南美食 它是沒有提供內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些東西都帶回來吃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春捲 我覺得他們這家店 它雖然是一個路邊的小攤子 但是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乾淨 非常整潔 就連它做出來的這個春捲 也是非常的俐落 好好吃喔 這個醬真的不錯 寶媽你看到了嗎 你醬頭好好喔 剛剛咱們寶媽有說呢 它這個醬啊 是它自己去做的 這個自己發明的 有人它不是說這樣 真的嗎 真的嗎 大家可以看到 這上面這個醬其實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有加花生粉在裡面 而且我覺得我要講一個重點喔 就是有非常大比例的人 其實是不敢吃香菜的 那很多人那個生春捲裡面 都會加香菜 可是寶媽 她用九層塔去取代香菜 其實蠻大一份 你如果自己吃一份的話 是可以吃飽的 我們接下來吃它這個麵包 我剛剛跟寶媽本人聊的時候 他就有說啊 他跟別人不一樣 是他特別加了一個炸雞牛 它烤的這個完美程度 是已經很像模型了喔 看起來很漂亮喔 我爸非常愛吃越南麵包 好吃嗎 不錯 好好吃喔 它跟麵包比很薄 很脆 它真的是有達到那個法國麵包的感覺 就是外面脆脆 但裡面又很鬆軟 比在越南吃的太好吃 喔對齁 你有去過越南 寶媽媽今天快見了嘛 我爸說比在越南吃的還好吃啊 直接就公佈了 就是啵幾分 謝謝啵 他們家其實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首先是第一個 分量非常大 就是如果你胃口小的話 請你一定要跟大家說飯少 那第二個就是呢 他們雖然非常忙 有點大排長喔 可是呢 裡面的店員的態度其實都非常好 我跟你講光這個就加分加到破壞了 真的 名店 但是卻不高傲 我們點了兩個 一個是招牌 然後我們還點了鴨腿 像如很多叉燒店一樣 基本上鴨腿就是會定一個熱銷一口 首先呢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鴨腿好不好 它鴨烤得真好 好油香喔 然後我覺得 它的米飯呢 其實煮得很剛好 吃起來QQ的 但是又不至於太硬 它鴨是真的非常香耶 而且重點它的皮啊 好剛好 它烤得脆脆的 然後咬下去就有油這樣 那這家真的是在地人都非常知道 而且是平常下班時候會排隊買來吃的那種飯 而且我覺得它配菜啊 也都是我從小到來非常喜歡的 就是他們就很好入口那種 加上它那個醬汁啊 其實調味調得非常剛好 三寶嘛 就是油雞 叉燒 跟這個也是鴨 它吃到就是肉感很紮實 味道也是調得非常剛好 油雞的部分 調味也是很棒 我跟你講 這家 如果你也住飽品路上啊 沒有吃過 現在趕快去嘗試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他們家鴨腿啦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鴨皮分布的是 最好吃的 謝謝 謝謝 好的 我們緊接著要試吃的是 這家鴨鴨捲呢 我相信 有個人應該都知道 那目前它也是因為沒有提供內用的關係 所以我也是買回來吃 哇今天這集有非常多店都是買回來吃 這家店啊 有非常多的美食節目都有拍過喔 所以它可以說是名店 而且他們用的標題是 隱藏鴨鴨捲 其實它的品項蠻簡單的 一個是原味鴨鴨捲 再來一個是加鮪魚的 價差是10塊錢 吃起來你會覺得 哇很清爽的那種鴨鴨捲 它裡面有蛋酥 它蛋酥是自己去炸的 可是一點都沒有油耗味 它裡面所有的餡料 就什麼豆芽高麗菜 都非常的清脆 好吃 大家如果經過的話可以試試看好不好 重點是我覺得他們家那個兒子 就是我的菜 好我們接下來進入本集 最後兩間店了 那我們要邀請個重量嘉賓 這位女子 已經很久沒有在我頻道裡面出現過了 沒錯 是誰 是誰人氣最高 欸 對 可是我們現在 我覺得你們還是來個交接儀式好了 好不好 儀式就是 不過為什麼李爸爸不去呢 李爸爸 我不知道李爸爸可能是一方面害羞吧 李爸爸 我們現在要把主持棒 交給攝影大姐了 出發出發 出發出發 大家好 咱們現在在海爺四號乾麵店 我們現在在這間店呢 其實它在三峽有一間店 就是有非常多永和人 基本上都會來吃這間 而且有時候發現永和美食的時候 大家都會實時告訴我說 你千萬不要忘記海爺這間店啦 所以這一次呢 介紹永和美食就是帶大家來吃 我們點了兩碗麵 一碗是四號乾麵 另外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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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碗是麻瓜乾麵 那 因為我們兩個本身就是一個小組伯 就非常會講話 所以我們就一人全身一碗麵 我呢 要來向大家介紹的是 這一碗麻瓜麵 為什麼叫麻瓜 麻醬跟瓜子肉嗎 麻醬跟瓜子肉 麻瓜 好好吃喔 會不會很辣 很辣 因為我們剛剛加了一匙辣椒嗎 對 它辣到就是你會直接把它吞下去 你不會太拒絕 哈哈 而且它風味很好 而且 我們剛剛拍已經拍一段時間了 它的麵條還是有嚼勁的 我覺得蠻厲害的 重點是 如果你來這邊一定要加它那個辣椒 就加了一匙也還好吧 可是我跟你說 胃有點燒 我剛剛飛下去 你現在頭皮有發麻 在冒汗 那不行耶 好可以喔 好好吃 它瓜子肉調味得很好 很好吃喔 可是它調味真的很好 它調得很棒 雖然我是中和人 願意為了它而騎車過來吃 你路程也不過就五分鐘 講得好像很遠 我以前來吃就覺得好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大概是有鏡頭的關係吧 更加倍好吃 因為這家店有一個很重要重點 就是紅油皮蛋的火 對 那它如果4號乾麵的話 它就是紅油皮蛋應該有加麻醬 皮蛋我個人是沒有到 單吃我怕耶 我會怕吃單吃 你是台灣人嗎 天蠻沙拉麵耶唷 我覺得香蕉其實 麻瓜麵它多一個香醇的香味 它不甜 但它就是多一個很香醇的味道 我覺得它好吃耶 那你覺得這兩個碗比起來 你不要推到一個 當然是這個啊 某種程度上面 它們兩個散發著 有一點點相同的香氣 因為它們的基底都是麻醬 可是我覺得這碗你真的說得沒錯 它更加的濃醇香 麵甜醬 倒好 醬料冬春香 醬飽好棒棒 趕緊來唱唱 恭喜又喝又得到一個吧 即備 現在要帶大家來吃阿溪燒肉飯 這間店對我而言非常非常重要 不要看它外表 看起來欣欣的 其實它是以前在樂華夜市裡面的一間便當 這間其實我之前在拍樂華夜市特輯的時候 就一直很想要介紹 但是每次來都鋪了個空 很幸運的可以進來這邊吃 沒錯 然後看起來他們是準備 要關門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吃吃看它的燒肉 畢竟它叫阿溪燒肉飯 所以我想燒肉就是主角 我以前也是有點過 但我比較少 最常點的還是 卡吉飯 我也是 我們頭一樣 有意中的味道嗎 我覺得它看的比起來很好 喔 喔 喔 這麼水嫩 而且皮很脆耶 嗯 而且它們有豬肉的那個漢皮 我跟你講我們上次就是遇到好吃的燒肉 是在大刀神 對 那個趁金的那個 對 但我覺得這個 會聯想到那種好吃吃的味道 對 這個也是可以值得吃 哇 怪不得燒肉賣完了 是我長大了嗎 我講真的我以前在吃的時候 我只覺得就是 嗯 嗯 好棒 吃 我習慣吃 但現在 欸 每一個台灣家庭附近 一定認為有今天最棒的便當店 它是最棒的便當店之外 它是好吃的最棒便當店 很感動 通常會變得更好吃 全家都 都 還在努力著 好棒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為大家所呈現的 永和十間美食 欸 如果仔細說的話就會發現 其實 只有九間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